我要做的是正列修改器 然後我現在要先建立一個空的物件 然後幫他改名字叫做 然後他要建兩個空物件 一個是高度一個是水平面的 然後接著我要做的是 先做水平面那一個空物件 然後對他縮小 先對這個正方體做 矩陣 做二十個 然後是在同一個位置上 這個是做水平面那個矩陣 然後接著再做一個 是高度上的那個矩陣 高度上的那個矩陣 對 對 接著對那個矩陣做效果 這是平面上的 就是水平面上的那個矩陣 讓他縮小 然後接著再讓他對著S軸 他先旋轉再做 他先旋轉再做 旋轉 然後再做對X軸加1到往X軸移 然後接著做高度上的移動 先把他往Y至Z軸往上拉 然後再對他旋轉 他效果會變這樣 只是這跟一開始課本要呈現的效果不大一樣 我們現在再報告 然後我報告就到這裡 對對對 然後他什麼暫停 他用流血 我現在要再列給他 然後再列給他 我找到沒有 走 你 他手機